由英国的卡蒂夫大学还有美国合作的研究团队表示 他们相信已经找到了施打牛津阿斯特杰利康新冠疫苗之后 在极罕线的情况之下会引发罕见血栓的成因 极少数人注射AZ疫苗引发血栓 研究报告详细讲述了血液中的一种蛋白质 血小板第四因子是如何与疫苗的一种关键物质结合 科学家认为这导致了连锁反应 触发免疫系统并引发危险的血栓 根据研究 AZ疫苗是由新冠肺炎的基因片段与弱化的一般流感病毒结合而成 而在疫苗进行皮下注射时 尽管大多数进入肌肉组织 仍有部分疫苗会进入血液当中 接着疫苗会吸引血液中的一种血小板第四因子的蛋白质 在罕见的情况下 免疫系统会误将疫苗与血小板第四因子当成病毒 并释放抗体攻击 最后抗体会与血小板第四因子 在血液中堆积 引发血栓 有报道说 AZ疫苗具性拯救了全球约百万人的性命 只不过罕见的血栓副作用 也引起了各国施打的疑虑 向英国就只提供40岁以下的民众接种AZ疫苗 对此 科学家展开调查要找出血栓的成因以及预防的方法 其中卡蒂夫大学的团队还获得政府的紧急资助以找出答案 在研究的初步结果出炉后 阿斯特杰利康要尝自己的科学家也加入了卡蒂夫大学的研究计划 阿斯特杰利康的发言人表示 比起接种疫苗 感染新冠肺炎更容易引发血栓 而施打AZ疫苗后出现血栓的完整解释仍未确立 他指出尽管研究还没有正式结论 他却提供了有趣的见解 并用这些发现来找到方法移除这个极度罕见的副作用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